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或是圣春 说起潮汐啊 大家并不陌生 它是指海水在太阳 月球等天体的野力作用下发生的周期性的升降 按理说这个潮汐呢 是海边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 然而啊 就在远离海边的一个偏僻山村里 一口人工修气的水井 竟然每天也会像潮汐一般使掌使落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石谷湾村位于湖南省新田县西南方向 距离县城约15千米 两年前的一个傍晚 湖南省新田县的小李来到石谷湾村 准备到亲戚家串门 来到村口 小李看见一口农村里常见的水井 长途奔波 又累又渴的小李决定先喝点水 休息一下再进村 蹲在井边 脚里俯下身子刚喝了几口水 却忽然发现这井水似乎有些异样 只见水井中原本平静的水面突然开始迅速上涨 转瞬间水面就没过了水井的边缘 与此同时 天气突变 伴随着阵阵雷声 让人更加惊诧的事情发生了 井中不断传出怪异的声响 小李定睛一看 冒出有几条泛着微微金光的大鱼 在井里游动 这些鱼长着长长的胡须 翻腾脚洞中 激起串串水泡 十多分钟后 随着天空转晴 大鱼消失得无影无踪 井水也逐渐回落 恢复了平静 似乎一切从未发生过 来到亲戚家 惊魂未定的小李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然而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听闻此事 小李的亲戚并没有感到任何惊诧 他告诉小李 村里的这口井每天都会水涨水落 就像海水的潮汐一般 那些长有胡须的金色大鱼叫做龙鱼 多年来 人们怀疑 正是由于龙鱼的存在 井水才会涨落 于是 村民们都称其为龙王鲸 虽然对于龙王井的传说 小李觉得不大可信 但回想自己经历的一切 他又百思不得其解 潮汐是发生在海边的一种自然现象 可是 石谷湾村距离大海有上千千米 为什么也会潮涨潮落呢 难道这是一种特殊的潮汐现象 龙王井中的龙鱼又是什么物种 它们为何会时隐时现 这与井水的涨落又是否存在关联 龙王井的奇异现象引起了地理中国栏目组的关注 不久前 设置组前往湖南省新田县进行考察 希望能够解开其中的谜团 新田县会于湖南省南部 隶属于永州市 距离省会长沙约330千米 抵达新田后 设置组马步停蹄 直接前往石谷湾村 希望尽快看到龙王井的真容 路途中 向导告诉设置组 龙王井历史悠久 是石谷湾村的先民留给后世的财富 为了验证这一点 他首先带我们来到一位村民家里 在这家人的祖谱上 设置组看到 在数百年前的一幅石谷湾村地图上 就已标明了龙王井的位置 村民说 根据祖谱的记载 正是由于先人发现 龙王井会朝涨朝落这一奇观 因此才在此选址建村 难道说世上真的有如此神奇的水景 在村民的指引下 设置组来到了龙王井边 只见这是一处人工修建的蓄水之地 其外形与水池更为接近 三个水池大小相近 南北排列相互联通 每个水池的长度约两米 宽在一米半左右 经水清澈平静 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在水潭周边的地面上 长有许多青海 环顾四周 设置组在墙壁上 看到了龙井观潮四个大字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龙王井 也就是这口井 泉水是从井底下的一个出水口 源源不断地流进来的 当地百姓也对这方泉水进行了合理的利用 这口井是用来饮用的 而这口井是他们用来洗菜的 最远处的那口井则是他们用来洗衣服的 向井中俯看 设置组并没有找到大鱼的身影 倒是在最南边的水潭中 发现一个黑曲曲的洞口 金色大鱼会不会就栖息在这个洞中呢 于是设置组紧盯着洞口 但过了许久 仍不见长有胡须的大鱼游出 反而时常有一些小鱼缓缓游出 聚拢在洞口 一有洞景又迅速地游回洞的深处 全然不见踪影 这让设置组不禁猜想 这黑洞究竟通向何处呢 传说中的龙鱼 真的只有潮起潮落时才会出现吗 记者碰到了许多来洗菜洗衣的村民 得知我们的来意 村民们开始向我们描述龙王井掌水时的奇景 这儿会掌水吗 这样啊 您看到过吗 看到过 什么样子 就好像这样那个开水一样的 这样跑下来嘛 这样子 掌水的时候就这样子 这样子 掌水的时候 是吗 您看到过 我们进山马来洗日服 在与村民的交谈中 设置组了解到 龙王井每天都会涨水 次数和时间并不完全固定 一般早上太阳升起 中午阳光直射 下午太阳落山之时 都会涨水 一天少则两三次 最多的时候达到过八次 早上有的时候 你来到早六点钟 他也降水 到十二点钟 或者是早四点钟也降水 不是说今天啊 不是说十两八点啊 看我们小时都去看就这样子了 村民们绘声绘色的描述 愈发激起了设置组的好奇心 为了一股涨水的奇观 设置组决定在井旁守候 可是时间一点点过去 从上午十点到最有可能涨水的十二点 再到下午三点 龙王井一直没有出现涨落的现象 这不禁让设置组怀疑 涨水是否真实存在 对此村民们也十分诧异 但他们仍然坚持说 龙王井涨水的确是千真万确 地上的这些青苔 就是龙王井涨水最为直接的证据 大家看啊 这地上有一层后户的青苔 据当地老乡说啊 这个池子每天都会涨水 涨水以后啊 水就从这个口流出去 天长日久下来啊 这儿就堆积了后户的青苔 村民告诉设置组 龙王井本来是一个天然的池塘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村里对他进行了人工修器 作为整个村子的水源 龙王井不仅会潮涨潮落 而且悍年不哭 雨季不落 为了进一步证实龙王井的神奇 一位村民给设置组播放了一段 他拍到的涨水影像 设置组看到 视频中龙王井的水面 泛着阵阵涟漪 不停上涨 很快就溢出了警言 虽说有视频为证 但设置组依然将信将疑 大家决定继续等待 看看涨水现象是否会出现 到了下午五点多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龙王井里的水 突然迅速上涨 不到一分钟 水就漫过了井边的缺口 不断向外溢出 二十多分钟后 水位开始慢慢回落 最终回到了上涨之前的位置 刚刚历经的场景 让设置组相信 龙王井朝涨朝落 确有其事 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为了解开其中的奥秘 设置组邀请了地理专家 翟辅东前来考察 翟辅东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对湖南的喀斯特地形地貌 有着深入的研究 到达石谷湾村后 翟辅东教授 决定首先对龙王井水流量的大小 进行测量计算 全水的这个深度 平均都是三厘米 测量显示 连接两个水池的通道 长约一百七十四厘米 宽约二十五厘米 高约三点五厘米 体积约为零点零一五二厘方米 考察队找来了一块泡沫塑料 并将泡沫塑料放到通道的一头 用秒表记录下了泡沫塑料 经过通道的时间量 三点三秒 翟教授说 用体积零点零一五二厘方米 除以时间量 就可以计算出龙王井的水流量 每秒零点零零四厘方米 流量是比较大的 好 接下来 翟教授又对龙王井进行了仔细观察 但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特别之处 他推测说 龙王井水的神秘掌落 很可能与地下岩层中复杂的地下水系统 有着某种关联 而要想破解这一谜团 首先就要找到龙王井的水源 通过查看周边地形 翟教授发现 龙王井的东边仅靠着一座山丘 其山体是由石灰岩组成 据此翟教授判断 石谷湾村属于喀斯特地茂区 龙王井是地下水出入地表后形成的岩绒泉水 根据其流量较大的特点 专家分析认为 龙王井极有可能与地下暗河相通 村民们看到的金色的龙鱼 很有可能就是栖息在暗河中的某种鱼类的变种 就在考察人员对地形地茂进行勘查时 距离龙王井不远的几棵大树 引起了翟教授的注意 这些树高大挺拔 枝繁叶茂 翟教授说 它们属于阔叶树种 在喀斯特地茂区极其罕见 阔叶树种和蒸叶树种的不同 就是阔叶树种叶片大 所以它蒸发量大 吸收的水分也大 一般喀斯特岩石上 树不会长这么高大 特别阔叶树种 它这儿为什么长这么好 你看它这个根系 抱着这个石头 深深地扎到下面的土壤中间 沿着裂系 而底下面水源比较丰富 来教授分析认为 这种根抱石的阔叶树 出现在地表水资源匮乏的 喀斯特地茂区 意味着在这些树木生长的地下深处 应该存在着稳定的丰沛水源 这些水源极有可能 就是与龙王井相连通的地下暗河 野外科考经验丰富的翟教授告诉我们 在喀斯特地区 表明暗河存在的证据 往往不是孤立的 为此科考队决定扩大考察范围 结果还真就有了收获 一位村民说 除了龙王井 这农田里也有一些洞会长水 而且这些洞只有在雷雨天 才会出现这种奇异的现象 因而被村民们叫做是雷暴井 有的村民还曾经下了过雷暴井的深处 据说可以隐约地听到有流水声 这雷暴井是如何形成的呢 它们与龙王井的掌落 会不会存在关联呢 雷暴井深处的流水声又会不会就是考察组正在寻找的地下暗河呢 在村民的带领下 考察组来到了距离龙王井西北方向 约300米的一个雷暴井前 这个雷暴井的井口十分狭小 直径不过30厘米 经过勘察 翟教授发现 雷暴井其实是喀斯特地区常见的落水洞 在喀斯特地区 落水洞往往与地下暗河相连通 雨天雷暴井会涨水 极有可能是暗河水上涨所导致 不深不深 一下雨没多久呢 它就冒出来 水还冒得挺大的 水冒得挺大的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第一 就是说它这个落水洞不深 比较浅 第二呢 就说明它往底下排的那个地下河 它那个口子不大 翟教授分析 石谷湾村四周高山环绕 龙王井恰好位于大山脚下 地势低洼 地下暗河的水最终汇流到了井里 因而 如果能找到地下暗河实地勘察 也许就能破解龙王井实掌实落之谜 为此考察组决定深入落水洞一探究竟 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 考察组来到了石谷湾村东北方向的山坡上 距离龙王井二百多米的一处落水洞前 这个洞口的直径 要比第一个落水洞宽了一些 据说 曾经有人进入过这个落水洞的深处 并且听到了流水声 你帮我看一下我脚踩到石头面 你过来跟门面 下一点 由于洞口的宽度仅仅四五十厘米 而且坡度较陡 队员们只能手脚并用 才能下到洞中 洞内的空间依旧非常狭窄逼则 考察队员就像走在一条曲折蜿蜒的管道里 只能侧身而行 双手触摸之处洞壁十分光滑 地上乱石堆砌 像是经历了一场泥石流的灾难 翟教授说 这一切都是流水造成的 原来是个裂锡 然后把它在溶石 溶石的同时 它有些石头 它也垮塌 结合机械奔落的作用 以溶石作用为主 然后就造成这么一个 很狭窄的空间 借着昏暗的头灯 考察阻一点点的向下行进 由于龙王井所在的山体坡度很陡 落水洞激进垂直 谁也不知道下面到底有多宽多深 越往下走 通道岳峡窄 洞壁上不时窜过班造马 翟教授说 班造马通常生长在阴暗潮湿之地 它的出现表明 此处已经距离地表很远了 当考察队费尽周折 下到洞穴深处二百多米的地方时 大家的耳边隐约传来了潺潺的流水声 而此时脚下的通道却变得更加狭窄 由于摄像机体积过大 已经无法在如此狭窄的环境下继续进行正常拍摄 于是摄像师决定先深入到洞穴的最下方 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 张波你现在下面是什么情况 它下面是堵着的 它没办法 我都没电线 只能站着两个脚 也全空的 就越往下越窄了 没法根本下不去 下面接着就是河了吧 我能听见声音 但是 看着谁的吧 能看见一点 大概什么样子 缝隙看这个水 感觉是有点浑 水还是比较平 流的比较平 靠察队试图继续前进 然而尝试过多种角度 队员们都难以穿越狭窄的孔隙 不得已 队员们只得原路返回 而摄像师则向我们讲述了 他在洞穴深处时所面临的危险禁地 虽然考察队最终没能下到暗河旁边近距离观察 但摄像师看到的 暗河附近有大量碎石泥浆存在的现象 却被科考提供了新的思路 有人提出 龙王井水的掌落 会不会是井底与地下暗河连接的通道不畅而引起的呢 因为像这样的案例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天等县就曾发生过 在天等县 有一个被称作赶水潭的奇特水潭 潭里面的水经常会莫名其妙地上涨 淹没农田 而如果有人在潭边喧叫 或是不停地搅动潭水 水位就会逐渐下降直至干涸 经过考察 专家发现 干水潭之所以会出现水位忽上忽下的奇特变化 是由于水潭底部与地下暗河连接的通道 并没有被完全堵死 当人们喊叫或者搅动时产生震动 水潭底部的泥沙变得疏松 水随之下渗 而一旦人们停止搅动 周围水田中的淤泥就会重新沉积 堵塞住连接的通道 导致汇聚而来的水无法下渗 水位渐渐上升 干水潭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 龙王井与干水潭同属于喀斯特地貌 那么龙王井的忽涨忽落 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呢 通过检查 考察队发现 龙王井的底部泥沙很少 也没有出现淤积现象 况且龙王井涨水突然 而且来势凶马 其下落也不是在人们喊叫 或者搅动池水后才出现 因而翟教授推断 龙王井水位的变动 并不是淤泥沉积 导致洞口与地下暗河连接的通道不畅 引起的 与此同时 考察队又增加了新的疑问 因为从探动结果来看 龙王井所在的区域 虽然有地下暗河 但水量并不大 一旦进入三四个月 不下雨的干旱季节 仅仅靠地下暗河这点水 远远不能供应龙王井 更无法满足大型鱼类的生存条件 那么龙王井源源不断的水 到底来自哪里 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井里水位的呼上呼下呢 在走访当中 考察组又从村民那里 了解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在距离龙王井北边 约14千米的地方 有一处叫做皇宫洞的地下溶洞 据说那里是暗河汹涌 有人曾经在洞中 见到过长有胡须的金色龙鱼 那么这个龙王井的水 会不会来自皇宫洞呢 这龙王井水位 呼上呼下的这个奇景 究竟与这个洞穴有没有关联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地理中国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感谢您